西游记第45回 三清观大胜流明 车职国猴王贤法 话说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 变成了三清的模样 一边在高台之上大快朵仪 一边还呵呵直乐 但是他们都没注意到 有个小道士居然在暗中 听到了他们的笑声 这小道士赶紧叫来了三位大仙 可等到这三位大仙来看的时候 此地是空无一人 只有奉奉给三清的贡品 被吃了不少 天哪 这不会是三尊神像都显盛了 来吃贡品了吧 这一帮道士赶紧跪拜在地 祈求三清能赐给他们一些圣水金丹 孙悟空假模假样的说 各位万辈小仙们 我们三清是从盘桃会上而来 没带着金丹 这圣水倒是有一些 你们取七名来吧 给你们留一些 这尊猴子哪里有什么圣水啊 只见他和猪八戒 沙和尚分别往盆里尿了一些小便 然后就把这些小便当成圣水 交给了道士们 狐狸大仙和杨丽大仙拿过圣水 用小勺赶紧尝了一口 这才发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 不过在他眼一看 孙悟空他们几个早就飞回了志愿寺中 到了第二天早晨 唐僧带着三个徒弟来找国王换官文 不巧又遇到了三位大仙 哎 真是冤家路窄呀 三个大仙和三个徒弟 在国王面前互不相让 互相说着对方的坏话 这边正吵得不可开交 那边老百姓们也跑来捣乱 原来啊 今年春天一直都没有下雨 老百姓跑过来 是想让三位大仙气球一场干雨呢 正好这几个人也别吵吵昨天是谁欺负谁了 谁有能力降下这场甘露 谁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获得胜利 狐狸大仙率先登场做法 比赛之前他就和孙悟空说好 要在高坛之上 他会以另排为号 向第一下风吹来 向第二下云彩飞来 向第三下则电闪雷鸣 第四下大雨降临 第五下则云霄雨季 你看这狐狸大仙可是信心满满 来到高台之上 他马上开始做法 这不一会儿天昏地暗 果然是有下雨的架势 孙悟空看到了这番景象 赶紧飞上天去 先让风婆婆喧儿郎不要山峰 接着又嘱咐推云童子 不务狼君收掉了雨雾 随后又告诉雷公殿母 收掉雷电 最后则让四海龙王先稍等片刻 一会儿再下雨 这些神像们 哪个敢违抗七天大圣的命令 都乖乖地站在原地 不敢动 只见这虎狸大仙忙活了半天 这一丁雨都没有下下来 他也挺尴尬的 就扯了个谎 说龙王不在家 所以下不了雨了 接下来则轮到了唐僧登场 唐僧哪里会呼风唤雨啊 只是坐在高台上默念心惊 孙悟空则偷偷地拿出金箍棒来指挥诸位神仙 只见孙悟空 腾腾腾腾腾腾向天上楚露五下 顿时大风吹来 紧接着乌云密布 不久电闪雷鸣 接二大雨 庞陀 最后则是云霄雨季 狐狸大仙没有完成的事情 孙悟空却完成了 不由得让国王也大跌眼镜 这还没完呢 孙悟空甚至把四海龙王都搅了出来 让国王亲眼瞧瞧这龙王 狐狸大仙这回可是彻底傻眼了 回想一下 其实在前文中出现的乌鸡国国王 也是非常的可爱道士 而在历史上 明朝的家境皇帝 可是出了名的道教崇拜者 他曾经让一个出名的道士 少元杰祈祷下雪 不一会儿果然是大雪纷飞 皇帝就以为是真神下凡 对此人礼拜有加 你看这乌鸡国车时国的国王 像不像这位昏庸的家境皇帝呢 可见好的故事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现在狐狸大仙是被打败了 那他甘心失败吗 咱们下回分解